小白的这首歌会特别的有意义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因为我们有爱 是因为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爱 新歌 你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什么感想 还在缓 我觉得这个歌是我们的歌第五集开播以来 我个人可能听得最触心的一首歌 如果我记得没错 这首歌最多的重复的那句歌词是一个疑问句 对吧 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比藤叔更适合去完整这首歌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 且是一个很好的表达者 你的每一次提问都有一个温暖的回应 在我的眼里这首歌是完美的 特别好 很厉害两位 但是我要补充一个不同的视角 因为刚才小白提到了她的爱人 我其实是跟小白坐同一班飞机 其实她的爱人就跟她在一块 在飞机上特别甜蜜 我几次想去跟她打招呼 但是我就觉得算了 多余了 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呢 又看到女孩子去洗手间 然后小白就站在门口等着她的爱人 她爱人出来的时候 小白竟然在洗手间门口这样 莫莫 行了 行了 莫莫 生活小细节的发现者 谢谢 所以最后我想说 小白她真的是一个 刚才她说1993年 出生在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包括她这么用情置身地 写这样一首歌 给她的爱人的姥姥 所以我真的觉得 她是一个很有层次 很可爱又很阳光 很棒很有才华的音乐人 谢谢孟孟 腾叔跟小白那一首 我真的听到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我觉得他们真正地 展现了在舞台上 纯粹用演唱的情感 去体现一首歌曲的那个表现 我觉得真的太感动了 齐哥以前听过这首歌 我之前没有听过这首歌 因为之前我听小白的 大部分都是比较摇滚 然后这个一让我 没想到小白在写抒情的时候 投入了那种情感 尤其是我舞台上 又跟腾哥的互动 而且我们舞台的设计 两个不同的时钟 让大家觉得岁月的流逝 在他们两个歌声中 很丝滑的那种律动 让我很投入地一直在看 然后赫也一直跟我讲说 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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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都好准 什么都好准这样子 就我会觉得今天两位老师的演出 就是教科书一样的 就我刚刚跟齐哥说 我说我回去我还得练了 我刚刚就是我都傻了 我都听傻了 哇 太 其实就像小齐哥刚刚在舞台上 表达过的一样 歌手在舞台上的表演 骗不了人 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的 会通过你的音乐 会通过你的歌声 就是传递出来 只需要这么短的时间 就可以让你沉浸其中 遇到那么优秀的歌手 我们的福分 再次谢谢两位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谢谢 好了 接下来拜托现场 和在云端的 You Best You 品鉴人 将为各位投出鲜活值 在第一轮中温柔爆炸 免战 所以在其他的三组当中 必须选择两个剑 一号剑 五星好评 二号剑 一起撒野 三号剑 格局打开 我们的投票通道开启 一号剑 breast 一号剑 一号剑 大家都有所志 大家 现在乐数nom 三号 二号 二号 五 四 3 2 1 算票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是哪两组呢 我们恭喜五星的好评格局打开 我们一起来期待第二轮的表演 我是完成了我来我们的歌说的一个愿望 在舞台上唱我的歌 然后和腾叔一起唱我的歌 谢谢腾叔 非常好 非常好 好嘞 漂亮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卫视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 光美有美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 第五季B组第二轮切磋的第二轮 齐哥和贺野就可以放心地先来看表演 换了一套衣服来欣赏演唱会了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我们会听到温柔爆炸今天唯一的一首表演曲 我要来翻开属于Amber音乐之路上的一个年份了 2021 12月 和其他人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他除了年份之外 他还有个月份 接下来要表演的这首歌 可能从18年就开始写 21年左右就写完了 准备发的时候 就突然我在北京在走路的时候 就下雪了 那个时候 就突然就 哇 成长了很多 也 我现在感觉到我很幸福 我现在感觉到我很幸福 非常幸福 和你数字幕工作室